东周列国故事 钟离剑 改编 高称 绘画 任帅英 春秋末期 公元前494年 吴国与越国发生了一场战争 吴王夫差以强大的兵力 攻破了越国都城前塘 占领疆土俘虏丁 屠杀民众 越国百姓在惨烈的战祸中 国破家亡 流离失所 吴王夫差照令将越王勾剑 夫人及大夫范礼 压制吴国都城 姑苏 作为人质 战败的越王勾剑 悲愤填胸 却无力抗拒 只好屈辱地来到吴国 越王勾剑被囚在时事中 为吴王养马服役 三年中 他无时无刻不怀念 惨败的家国和苦难的臣民 总想有一日能够报仇血恨 重振王爷 于是他忍辱负重地顺从吴王 使吴王相信他真心臣服于武 不敢为敌 三年后 吴王夫差听信太宰博匹建议 释放勾剑回国 叫他率领臣民 恢复农丧 永远称臣纳贡 做吴国附庸 并定下一个不平等的 吴越之盟条约 压制越国 越王臣民聚集到 前唐江畔幽龙渡口 迎接被吴国 设放归国的越王勾剑 夫人和大夫犯礼 百姓中间有一位 鹤发童颜的老人钟离权 他原是祝建名师 欧野子的同门师弟 自从欧野子被敌国所害 越国又遭惨败 他虽身怀祝建绝迹 却壮志难愁 这天他携带孙女肃女 也来迎接国军 众人在幽龙渡口望眼欲穿 却不见吴国的船只到来 钟离权对孙女说 自从大王被裸去吴国 我昼夜担心他的安危 好容易盼到今天 大王就要回国了 我们百姓是多么振奋呢 远远望见吴国的大船 经其招展扬帆而来 大夫文仲、纪尼陪同岳王的弟弟公孙仲 和王子石宇匆忙迎至江边 岳王勾建下了船 只见自己的臣民一起跪迎国军归国 他好似古耿在喉烈火焚心 激动地说 是我无能叫你们受苦了 吴国太宰薄匹下得传来 拿出吴王的诏书说 勾建在吴服役三年 认罪悔过 吴王宽厚放他回国 赐给王官 统领民众 年年进贡 永为附庸 要岳王在臣民面前对天蒙事 岳王勾建在强无威慑之下 接过王官 对天蒙事说 我勾建一片担心 天地共建 吴国还有一个条件 将越国王子石宇作为人质 带回吴国 小石宇扑到父母怀里痛哭 勾建和夫人心如刀割 泪如雨下 王子石宇哭着说 难道爹娘不要孩儿了 勾建说 天下哪有不要孩儿的父母 只因国为附庸 不能违抗上帮之命 只好将你暂交吴国 只要我越国设计长存 而自有归来之日 吴国兵士拉着石宇上船 勾建和夫人眼睁睁 看着爱子被迫离去 无可奈何 太载薄匹 大将王孙雄 带着石宇登舟而去 越国的君臣百姓 因此更加体会到 附庸之国蒙驱受辱 难以忍受 文仲劝勉勾建 赞忍悲痛 共伤复兴大计 二王公孙仲也劝慰勾建 只要我君臣 世事顺从吴王的旨意 石宇王子就能够安然无事 钟离权一步上前 向勾建说 大王 我越国乃是大宇王的后代 千百年来历经惊涛险浪 从没有向他国称臣纳贡 难道大王你就甘心 受强无的欺压不成 众百姓也怜呼 大王为百姓做主啊 岳王勾建此刻百感交集 怦然跪地 对天发誓 一定要重新越国 绝不辜负臣民爱国之心 复国之志 文仲等人都感动得跪地 发誓辅佐国君 上下一心重建家园 勾建斥退了侍从车架 心情沉重地步行回宫 钟离权兴奋地对宿女说 看来大王立志要复兴越国 我越国有希望了 跟爷爷回去等候消息吧 钟离权心中 深深铭记着大王的誓言 他交思苦想 决心在自己有生之年 做出贡献 报效君王 文仲、范里 是勾建的左膀右臂 他们积极地献计献策 举荐贤能 勾建与群臣共同商讨 拟定了恢复农丧 南耕女支 治水住宴 采矿野铁 鼓励嫁取 繁衍人丁等等 治国实策 为了集死广义 勾建亲自登门 拜访贤臣民事 征求良策 见到国君李贤下士的 诚挚作风 众人都满怀振奋地 走出门来 投身在振兴大业的 艰苦奋斗之中 战乱后土地荒芜 民生困苦 勾建亲自下道田间 督促百姓 肯平土地 修整垄田 恢复农业 勾建告育群臣 越国战败 伤亡惨重 要使国家重新 必须有长远的打算 从现在起 要大力鼓励婚嫁 鼓励生育 贯彻十年生育 十年教训的大忌 有了一代新人 才能使越国强大起来 大夫文仲等 遵照勾建的旨意 走遍相间 关怀民间疾苦 访问父老乡亲 鼓励百姓婚嫁生育 抚养童幼 钟离泉带领孙女 宿女进了山 他一路上对宿女 讲述当年 与师兄欧爷子 一同燃炉 助建的往事 钟离祖孙 到了天幕山中 一个僻静的山谷 老人从山谷里 寻出一口 当年隐藏的宝剑说 这是他师兄的遗物 也是他留下的 永不磨灭的遗志 钟离老人 凯探他的儿子战死 孙儿钟离彤 被吴冰裸走 身旁只有一个孙女 他说 我年纪已经老了 有心将 助建之术传授给你 你愿学吗 宿女说 爷爷 孙儿愿学此绝技 报效国家 吴王夫差 穷奢极欲 贪得无厌 他派大将王孙雄 率领兵车军事 浩浩荡荡到越国来 催索供奉 王孙雄闯进越王宫门 二王公孙仲见势不妙 慌忙迎上去好言答对 他答应给王孙雄 筹集两股 王孙雄率兵大肆抢劫两股 还肆无忌惮地抢劫民间女子 裸去姑苏 充当姬妾奴婢 宿女下山打听消息 正遇此情况 她奋不顾身地上前 阻挡无将的暴打 宿女正与无将逢暴争斗 远处一箭射来 郑重逢暴 原来是越国青年陈音射的箭 陈音在三年前 逃亡到楚国 拜明师 学射术 听说大王回国 便敢回国来 正遇此事 王孙雄见冯暴被射死 勃然大怒 贺令兵士将陈音 宿女拿下 陈音宿女被无兵围住 他二人昂首不屈 斥责无将 抢良掠女的强盗行径 王孙雄说他俩是造反的乱民 杀死冯暴的凶手 要押借他二人回国给冯暴抵命 陈音宿女争着承认是自己基于义愤 杀死无将的 陈音宿女从小是青梅竹马的邻居 此时患难与共相互更加敬重 陈音说 你祖父年迈需你照顾 我随他们去抵罪 这只金环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赠给小妹以为纪念 岳王沟见文讯急忙赶来 说他的臣民如有冒犯上帮的行为 有他承担 不要拘拿百姓 王孙雄说明冯暴被杀之事 岳王沟见陈下脸来 斥责陈音宿女的鲁莽行为 沟见命令侍从将陈音宿女押入天牢 他要亲自审问 王孙雄见沟见将陈音宿女押走 历声斥责沟见道 你这个附庸国君 灭世上帮 你的乱民杀我吴国大将 你还想包庇他们不成 沟见说 百姓见你们抢粮掠女 基于义愤才伤了吴将 王孙雄大怒 又搬出屈辱的吴越之盟 则骂沟见鼓动臣民造反 就要问他个毁盟之罪 沟见反身走去 众百姓跪地哭嚎 大王 吴国经常来抢粮掠女 百姓没有活路了 大王做主救救我们吧 沟见在敌国欺压 百姓哀告的情况下 无言答对 此时 沟见的心中 好似一团烈火焚烧 他亮亮腔腔地 奔往宗庙而去 钟离泉见素女 久久未归 心中不安 便到处去寻找 老人听到乡亲们议论 刚才发生了武将抢粮 素女对抗之事 心中焦急 他奔向潮室去打听消息 沟见 沟见进了宗庙 看到风漆雨冷 四壁凋零 满腔愤恨 悲从中来 他抛掉屈辱的王冠 扑跪在祖先灵位之下 痛哭不已 岳王沟见 具有刚烈的性格 绝不甘心 勇为附庸 受此凌辱 他立志要复兴越国 但也知道 这不是一朝一夕 能做到的 必须有万劫不变的恒心 坚忍不拔的壮志 才能使越国 重振起来 这时 侍卫上前 请国君尽善 沟见问他 饮食之中 何物最苦 侍卫回答说 最苦莫过于苦胆 沟见命令他 取来苦胆 从今以后 美善尝胆 沟见又命侍卫 给他备下柴心 作为卧具 侍从们不理解 沟见说 苦胆苦我口 可以激励我发愤 柴心赐我肌肤 使我永夜长消 不至于昏昏沉睡 文仲范礼 寻到宗庙偏殿 见岳王沟见 卧心尝胆 万分感动 他二人跪地说 君王有此决心 臣等干脑涂地 也要把复兴越国的 大计贯彻到底 范礼大夫 劝告岳王沟见 这顶王冠 还是丢不得 暂忍辞辱 以图大事 沟见领悟了 范礼的深意 命令侍卫 将王冠捧来 戴在头上 这时 二王公孙仲 来到宗庙 劝说沟见 千万不要得罪 吴国 快把陈因素女 交给王孙雄 押回吴国 去治罪 勾见命令 把陈因素女 换来 问他二人 小小年纪 怎么敢闯 这么大的祸事 陈因素女 面无惧色 慷慨陈词 国破家王 受尽苦难 欺辱 我们满怀 报国之心 顾不得 自身安危 勾见 被他二人的壮志 所感动 赞叹着 这样的好儿女 真是重兴 越国的 动良之才 他毅然决定 或是 由我担当 不降罪于你们 你们走吧 此刻 寻到宗庙来的 钟离全 在门外听到 他闯进殿来 拜谢勾见 钟离老人 亲眼得见 勾见大王 卧心尝胆 爱护青年 赴国大志 如此坚决 他极为振奋地 陈述他 愿继承师兄 欧爷子一致 修筑剑炉 断筑立剑 以强越国 还是越王勾见 声明行事 他拦阻老人 激动之情 告诫他 国为附庸 岂容铸造兵器 须知应欲薄兔 先脸其语 虎欲不识 散屈其身 你要隐居深山 韬光养晦 才不致 重蹈欧爷子的负责 钟离老人 领会了勾见的深意 正要告别 忽然外面呐喊声起 勾见命 他们暂且退避一旁 武将王孙雄 等候了好久 不见回音 便驱动兵马围住宗庙 扬言要搜索凶手 二王公孙仲急忙来建勾剑 要他快些答复 武将的要求 交出凶手 以免酿成大祸 大夫文仲说 武将无礼 我君臣必须向他们 距离辩解 绝不能认他们为所欲为 王孙雄闯进宗庙 威逼勾见 勾见听身上前说 宗庙祭坛 不容兵格骚扰 王将军且到外乡等候 我急命我国大夫前去答复吴王 王孙雄无奈 只得退出宗庙 勾见主妇中理老人 带领宿女隐居深山 留下陈音作为身边侍卫 中理老人深感国君 敏敏大义 爱民如子 他表示 一定将大王的 尊尊叮嘱鸣鸣刻在心 陈音 宿女分别之前 宿女要将金环 还给陈音 陈音表示 这只金环就是我俩定情之信物 宿女欣然接受 约她日后到天幕山相见 大夫文仲奉岳王勾见的使命 随王孙雄到吴国 面见吴王夫差 吴太宰薄匹怒则文仲 岳国君臣不遵盟事 冒犯上邦 教唆乱民杀死吴将 真是胆大妄为 罪不容诛 吴王夫差阻止薄匹 想探探越国的实况 文仲最有变才 他在吴王面前 不卑不亢 陈述王孙雄 抢梁掠女 激起民愤 才出了 误伤逢暴之事 日后 只要吴王下令 不再抢掠 越国自会按照盟约 供奉梁谷 文仲知道 吴王正与各小国诸侯结盟 和晋国争当霸主 便小以利害 点醒吴王 不要誓强凌弱 失信于诸侯 霸业难成 吴王夫差 听文仲说的有理 又为了显示他的宽厚 不追究杀逢暴之事 放文仲回国 吴王夫差 与群臣商议 问他们可有什么计谋 能使越国永远弱小 永远臣服于吴国 吴国大夫墨迁献上一纪 他与越国王帝公孙仲 曾在一起游学 交情甚厚 可与公孙仲合谋 叫沟建将筑建名师 钟离权献给吴国 叫越国筑不成立剑 来与吴国对抗 这就是釜底抽薪之计 吴王欣然同意 墨迁到了越国 私访二王公孙仲 续谈旧交 他说 吴王重金礼聘 越国筑建名师 断筑立剑 但不知名师钟离权 现在什么地方 请二王领路去寻访 二王公孙仲懦弱成性 一味顺从吴国 便悄悄领着墨迁 往天目山中 去寻访钟离权 天目山山身临密 虫鸾叠杖 云遮雾绕 钟离权携带宿女 选了一个非常隐蔽的 深山峡谷之中 修筑起筑建炉 断筑立剑 钟离祖孙二人 在夜以继日的燃炉筑建 老人感慨地对宿女说 你父死于战火 你兄长被裸 生死不明 只有你在我身边 我把筑建绝迹 进传于你 一荣一炼 一点一滴可要牢记呀 世智的宝剑还未出炉 忽然火光变色 老人知道在青钢之中 缺少金金 这剑将是奸而不认 他说 越国的金金被强舞 强掠殆尽 他要下山去 不惧奸险寻找金金 宿女拦住爷爷说 孙女我有一只金金环 钟离老人知道这金环 是孙女与陈音的定情之物 不肯将它投入炉中 他说 使不得 融入剑内 再不能复得 只怕误了孙二的百年佳约呀 宿女说 这金环确是我与陈音的良缘信物 我很珍惜 可是国不强 家不保 何为良缘呢 我决意献出金环 筑成此剑 他将金环投入炉中 钟离全非常激动地夸赞孙女 你真是越国的珍珠 越国的瑰宝 你是我膝下的好儿孙 宝剑筑成 坚韧锋利 断铁如泥 老人欣慰地说 有了这回断铁成功 以后百口千口好剑都可以铁出来 此时 岳王勾剑由陈音领路来到天木山 钟离老人捧着宝剑献给国君 勾剑接过宝剑非常激动 他赞扬钟离老人的报国之心和盖世的绝迹 立即封钟离全为岳国铁剑国师 他要抽调人员搜集金刚在山中铁剑 钟离全换宿女拜剑勾剑 说他已将铁剑之术传授给他的孙女 勾剑得知绝迹有了传人 非常欣喜 钟离全引路勾剑巡视山形安排铸剑计划 忽然树从沙沙作响 肃鸟惊飞 陈音肃女来报 有人上山 钟离全激紧地摆下棋盘 只说是与大王在此下棋 掩护铸剑实情 二王公孙仲把吴国大夫墨迁引上山来 勾剑见到墨迁以礼相待 说墨大夫来到我国请到朝中相见 怎么到深山来了 墨迁直截了当地提出 他是奉吴王旨意 前来聘请铸剑名师钟离全到吴国去 为吴王铸剑 勾剑大惊失色 正要言辞拒绝 墨迁捧出吴王的诏书宣读 吴王诏令勾剑 欧也已死 钟离独存 速献吴国 令道必行 陈音一步上前拦住墨迁 说钟离爷爷在山中烧瓦盆尾 哪里会驻剑 墨大夫单身进山 多有不便 我护送大夫到驿馆去 墨迁傲然不理陈音 直逼勾剑 岳王勾剑不肯接受吴王的诏令 他对墨迁说 钟离全年亦八旬 老麦隆忠 逼他去国离乡 作为国君 实在难以从命 墨迁见勾剑不允 便以吴越之盟相威胁 越国是战败的附庸之国 不允许断铸兵刃 私自铸剑 就是撕毁盟士 他说 我回去禀我家大王 发兵问罪 后果你自负吧 钟离全 见岳王与墨迁相持不下 恐怕影响了赴国大计 他慷慨请命 望岳王放他前去吴国 以名越国心计 永结两国盟好 不要违背吴王赵令 阴小师大 钟离老人为国为民 慷慨请命 震撼了岳王勾剑的心魄 他赞扬老人 像双天尽草 苦斗疾风的爱国精神 同时又不得不像 生丹肝胆般的 忍痛割爱 宿女扑向老人 舍不得年迈的祖父离去 钟离全羽翼双关地 嘱咐宿女 方才爷爷还在 与大王下棋 不想转眼之间 我祖孙就要分别 不要提哭 等爷爷走后 你要将这盘残棋 收拾起来 钟离全 拜别岳王勾剑 义无反顾地 昂首阔步走下山去 岳王召唤宿女 强无虎视眈眈 逼走你的祖父 住剑重任交付给你 你要担当起来 不负你爷爷的重托 钟离全到了吴国 面见吴王夫差 陈述自己是个 烧瓦盆的老陶宫 从不会住宝剑 夫差说 你不用掩饰推托 我吴国早就听说 你是住剑名师 派你到卧虎山中 燃炉助剑 孤王会给你优厚的封赏 老人被囚禁在卧虎山中 吴王派兵把守 不许善离 并派大夫墨迁监管 强逼他助剑 时过很久 宝剑也没有助出来 薄皮在吴王面前 指责墨迁监管不力 墨迁却反咬当年 主张放回钩剑 使薄皮受了越国的贿赂 夫差自知当初是自己失算 这时正好赖在薄皮头上 他盛怒之下 要刺死薄皮 太宰薄皮受到吴王夫差的怒斥 无以自明 愤而自尽 忠离老人的孙儿忠离同 十几年前被裸到吴国 忍辱为吴国侍从 他心念故国 难以逃回 听说祖父被招致吴国 便千方百计打探寻找 忠离同忠于探知祖父 在卧虎山中驻见 他道德一面通行金牌 混过关卡 私自上山寻找爷爷 忠离全被困在卧虎山中 空然见卢 发誓不为吴王驻见 他心念越国 坚信终有一日 越国会强盛起来 发兵来公吴国 报仇雪恨 墨谦来到山中 催促忠离全老人驻见 忠离全老人却每日饮酒消闲 斗蟋蟀取乐 墨谦威蟋老人 老人反言 威吓墨谦 你把我这个烧瓦盆的老陶工 弄来铸剑 当心吴王降你个欺君之罪 墨谦无可奈何 忠离统终于在山中找到祖父 祖孙相认 老人拥抱着孙儿 悲喜焦急 泪洒一惊 老人问忠离统 王子时宇怎么样了 忠离统说王子已长大 心怀大志 不忘国仇 他又说吴国君臣 互相猜忌 太宰薄匹 相国五元都已处死 吴王外强中肝 虽去黄池盟会争霸 但晋国不让霸主之位 忠离全审时夺事 嘱咐忠离统快快逃回越国 将这里的情况告诉君王 请他默失良机 忠离统快马加鞭 逃出吴国边境 返回越国 吴王夫差在黄池 与各国诸侯盟会 夸耀自己战功政绩 国富兵强 争当中原霸主 可是晋 魏 齐鲁等国诸侯不服 不肯尊他为霸主 吴王夫差 一心要威震诸侯 与朝臣纪役 发兵攻打鲁国和齐国 以震升威 岳王勾剑与全国臣民经过十余年的发奋图强 已经兵精良足 又得到钟离同报告 得知吴国内勤后 点动兵马进驻吴国边境 吴国守兵急忙奔赴 孤苏报告军情 吴王夫差 自以为霸业江城 志得意满 他穷奢极欲 修筑孤苏台 管娃宫 每日歌舞饮宴 还不知越国已经发动攻势 越国发动水路两路兵马 攻破吴国边关 吴王夫差 要大宴各国诸侯 准备用名贵的钟离剑 在诸侯面前夸耀一番 墨谦支支吾吾 不敢说实话 只说正在催促钟离全 快些住出来 夫差急于要见 他亲自率领兵丁侍从 到卧虎山去查看 夫差只见剑炉烈火熊熊 炉内却空无一见 他向钟离全要见 老人说 昨夜铸成三口宝剑 横卧炉底 宛若游龙 忽然一阵风雷之声 化作三条蛟龙 飞往东海去了 墨谦只得随着他编神话 也说是飞了 夫差怒则墨谦 墨谦拿出他派的奸细 送回的密报 想用来将功折罪 夫差命他念 他念道 勾剑兵精良族 人强马壮 命宿女率众在天墓山中 铸剑八千 钟离老人大喜 吴王夫差大怒 他斥责老人竟敢故意拖延 老人坦率地说 越国百姓千家万户 遭受无兵杀害 俘虏和奴役 仇恨在凶 发誓不为敌人铸剑 钟离老人说 我早将铸剑的记忆 传授给后辈 留在越国 现在你们也知道 宿女铸剑八千 你们的府邸抽薪之计 大功告成了吧 这时有个将军来报 越国发兵犯禁 以攻占边关 吴王夫差急命传召 将攻打齐鲁的兵马调回 抵挡越国兵马 兵丁来报 越王勾剑 以攻占夫交 损礼等地 吴王夫差大惊 命令把在吴国为人质的 王子石宇囚禁起来 钟离全听到这些消息 振臂高呼 我国大王奋发图强的 复国大计 眼看就成功了 你吴国一贯士强凌弱 涂炭生灵 刮搜民之民高 看今天 我越国好似一轮红日出东海 你这万丈冰山也要化作汪洋 吴王夫差气急败坏 吩咐兵士们将钟离全处以急刑 钟离全呵呵地笑了 杀我这九旬老翁 何用兴师动众 常言说三军可以夺帅 匹夫不可夺治 钟离全不复故国 死而无憾 钟离全遥望南天 败别故国 走向火焰熊熊的铸剑炉前 送身跳入炉内 壮烈就意 火光冲天而起 夫差下的面无人色 仓皇逃避 越国战船乘风破浪而来 万箭齐发 攻打吴国船只 吴国兵将无法抵挡 节节败退 吴王夫差此时兵力分散 众判亲离 孤苏城已在越军包围之中 岌岌可危 他想以越王子石宇 要挟越王退兵 可是他身旁的侍卫 却把王子石宇保护下来 夫差城被阅兵攻破 越王勾剑派大副文重 敦促夫差投降 夫差不肯 他说 灭不了你越国 我死有余恨 愤而自尽 越王勾剑 卧心尝胆 奋发图强的作风 得到臣民的拥戴 同时 他运用十年生育 十年教训的 强国立民政策 鼓舞臣民 奋发报国 因此战胜了腐败的吴国 取得了胜利 摆脱了附庸国的 耻辱地位 成了强国之一 钟离全担心报国的 高峰亮节 激励了全国军民的 爱国之情 钟离同 素女 陈殷 和千百个驻舰船人 来到老人墓前 向老人的在天之灵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